ZNN网站报道截图,而如何攻克见识的难题,阿涅斯明确给出建议,卢旺达的一些做法,或许值得借鉴。 据他介绍,在其担任卫生部长期间,卢旺达执行了一项计划,其中最关键的策略,是培训医护人员学习视力测试,以及配进知识,在全国范围普及眼科检查,并提供适当的眼科护理。 据统计,在2012年至2017年间,有仅3000名医护人员,完成培训课程后上岗。 目前,卢旺的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,开示了502家保健中心,已覆盖城乡各地,每家保健中心配备4名眼科护士。 据统计,从2016年10月至2018年2月间,已有10.4万人接受了不同程度的眼科治疗。 同时,为了让民众有能力承担治疗费用,政府还提供售价低廉,每付1.5美元,甚至免费的眼镜。 阿密斯介绍称,在大部分监视病例中,配进是有效的治疗方法。 对于卢旺达取得的成绩,有媒体报道称,虽然卢旺达只是个人口仅1280的小国,但其公民中超过三分之一有势力问题。 而如今,该国在应对近视问题上飞取得巨大进步,及时的检查和配进,能有效遏制近视。 某种程度上,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卢旺达存在相似之处。 而针对中国青少年进视率居高不下的难题,海外媒体的关注一直热度不减。 美国时英财经网站不久前刊文指出,据估算,在中国,有10%到20%的。 儿童到上小学时已经进视,而这一数次在中学生中所占的比例,增加到了50%,到大学则增长到了90%。 医学界普遍认为,见识低龄化的原因之一,是中国孩子们花较多的时间,用在学习,阅读和使用电子设备,户外活动的时间太少。 然而,阳光在眼睛的发育和健康方面,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但中国儿童每天平均户外活动时间仅为一小时,而在澳洲,学生每天有4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。 因此,文章建议让孩子们多接触大自然,此举也能有效预防近视。 美媒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称,每天将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增加40分钟,就能使近视率降低23%。 在石家庄市西里小学,医护人员为小学生进行视力检查。 新华市发起时,近视问题需要广大国民的普遍重视,处理不大会导致严重力演变,如青荒眼,狂丹病变,视网摩托里等。 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,这个理由不容小觑,较高的高度见识率将来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失明者增多。 美媒则注意到,由于视力不良的发病率,又可能达到流行病的程度,因此,已经不仅仅是医学专家在关注这个问题了。 从中国政府、慈善机构、全国各种机构都日益认识到,目前的实力不良状况对教育、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都构成了威胁。 今年8月,教育部、国家卫界委等八部门联合引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禁止实施方案,中宁却提出,到2030年,小学生禁止率下降到38%以下,初中生禁止率下降到60%以下,高中阶段学生禁止率下降到70%以下。 石英财经网站对此评价称,作为一个势必将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的国家,中国有能力,也有必要去解决近视问题。 阿涅斯也对中国对抗近视的这场战争寄予期待,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、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该国政府已经提出了护养革命,我相信在治理近视问题上,他们可以做得很好,卢旺达也会和中国保持合作。 分享经验,互相学习。 阿涅斯比纳瓜或教育部,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,使用电子产品参考上线教育部体育卫生,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。 登峰29日介绍,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进市实施方案政策两点,重大部署和冠册落实情况时表示,要规范电子产品使用,减轻孩子用眼负担,控制儿童青少年过早,过度使用电子产品,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用眼习惯。 研究制定儿童青少年,每日为周使用电子产品的参考上线。 请认可 bij纳士尚 请认可 Havingcare 请认可